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英国晶片巨头ARM正在以色列开发一款GPU,将与辉达展开竞争。 据估计,ARM在其位于拉阿纳纳开发中心的全球绘图处理小组中,雇用了大约100名晶片和软体开发工程师。 目前,ARM正致力于电玩市场的绘图处理,同时,如果ARM决定全面进入该领域,该技术也可用于人工智慧处理,就像挥达的情况一样。 ARM的运作方式与其他晶片公司不同,它不开发或制造自己的处理器,而是开发自己的制裁或晶片开发软体,然后出售给晶片公司。 晶片公司根据自己的需求对其进行调整,并将其整合到自己的独特技术中。 就这样,ARM成为了晶片行业的瑞士,它为所有人提供软体,但不会与他们竞争,尽管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 该公司的客户包括高通、联发科和苹果。 晶达也使用ARM技术,尽管不是在GPU领域。 据了解,ARM在游戏领域的技术已应用于手机和平板电脑的处理器中,其中就包括高通生产的处理器。 包括King、RideGames、WarGaming和腾讯在内的游戏公司都与ARM合作,以提升基于其技术生产的晶片上的游戏效能。 ARM会与LaNana的硬体团队负责这些GPU的许多元件的开发,包括旗舰产品Inmortelis GPU,而以色列软体团队则为大型公司和新创公司的游戏开发商,开发外部绘图引擎开发商的软体接口,包括Boken和OpenGL。 ARM的以色列办公室也负责软体开发和开发工具保护晶片活动的网络安全元件,以及与ARM合作的以色列晶片公司的销售和服务团队。 ARM在以色列的团队与Halo等新创公司合作,后者开发了一款主要安装在安全摄影机上的AI晶片。 消息称,开发中心在Halo成立后不久,就协助其进行城市设计测试,最终帮助其筹集了1600万美元的早期融资。 另一家与ARM合作的以色列公司是连续创业家Mosha Tanek的New Reality。 该公司与ARM和AMD合作开发的硬体,可以消除使用挥大昂贵的伺服器并节省电力。 New Reality的7nm晶片采用ARM的NeoVerse技术,专为资料中心和终端设备的复杂AI处理操作而设计。 ARM的以色列开发中心由ARM GPU硬体工程总监兼以色列站点经理Dadi Yellen管理。 2015年,当这家英国公司以8000万美元收购以色列新创公司Sensor Security时,他加入了ARM。 Yellen最初在这家以色列公司担任硬体开发总监。 Sensor Security为手机开发资料安全元件。 ARM归软银所有,是去年华尔街最成功的科技IPO之一。 2023年9月上市时,估值为510亿美元。 目前,该公司市值为1230亿美元。 2024年,股价上涨近70%。 8月初,ARM公布第二季营收较去年同期成长39%,达9.39亿美元。 根据其猜测,2024年第三季营收预计为7.8亿至8.3亿美元。 ARM面临开源企业REST5的竞争。 REST5成立于加州大学百科来分校, 让开发者社群设计晶片技术,企业可以免费使用。 但消息人士称,ARM有几种可能的成长方向。 据信,该公司计划推出用于自家伺服器的AI处理器与辉达竞争。 也有报道称,ARM计划与联发科和辉达合作推出用于PC的AI处理器与英特尔和AMD的处理器竞争。 此外,ARM还为Apple、Google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提供服务, 帮助他们开发AI处理器和伺服器,以避免对辉达和英特尔的依赖。 ARM在英国剑桥、美国、台湾和以色列的开发中心拥有7300名员工。 在此背景之下,据知情人士透露, 软银集团与晶片巨头英特尔就合作开发人工智慧晶片的谈判,宣告失败。 这一合作本意是为了与行业领先者辉达竞争, 通过结合软银旗下顶级投资公司ARM Holdings的晶片设计 和其新进收购的英国人工智慧晶片制造商Graphcore的生产技术。 然而,由于这家美国晶片制造商难以满足软银的要求, 及其对生产数量和速度的高标准,最终双方的合作未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谈判的破裂发生在英特尔宣布大幅削减成本的计划之前。 尽管如此,有消息人士透露, 鉴于目前只有少数晶片制造商具备生产尖端人工智慧处理器的能力, 未来谈判有可能重启。 当前,软银正向、注意力转向与全球最大的晶片代工厂台积电进行谈判。 不过,由于台积电在满足现有客户需求方面存在挑战, 双方尚未达成任何交易。 据悉,这场谈判的失败与英特尔计划在8月初, 裁员数千人的大幅成本削减计划几乎同步。 对于这一报道,英特尔和软银均未发表评论。 软银的执行, 长孙正义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 以确保公司在人工智慧领域的领先地位。 他依然决心继续推进人工智慧晶片的生产计划, 尽管生产能力仍是一个主要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一份文件显示, 英特尔已出售其在晶片设计公司安谋控股ARM Holdings持有的股份。 据Marketwatch,英特尔最新的13F报告显示, 该公司在今年早些时候曾持有约180万股安谋股份, 价值1.47亿美元, 但截至6月底一季结束时已不再持有这些股份。 大型投资者和拥有大量持股的公司需要每季更新其持仓状况, 文件中并未明确指出英特尔何时抛售了这些股份。 ARM在2016年被软银集团收购后, 于去年9月再度上市, 英特尔对该公司持仓首次出现在2023年9月季度的13F报告中。 ARM在其招股说明书中提及英特尔, 指出该公司是众多销售ARM架构晶片的大型科技企业之一。 自再度进入公开市场以来,ARM股票表现强劲, 从最初的每股51美元发行价上涨了146%。 最近该股交易价格略低于125美元, 但在6月整个月期间价格均高于该价位, 并于7月达到186.46美元的高点。 同时, 英特尔的股价近期表现不佳。 2024年以来, 英特尔在标普500指数中排名倒数第二, 仅次于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英特尔近期宣布了一项计划, 将透过停发股力和裁员等措施, 明年削减100亿美元的成本, 预计裁员将影响其15%的员工。 那么, 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